Hello 大家好 走了你們幾個星期 看到我今天落重了本日 我弄了一個白板 白板用來寫和說話 給你見識一下我的字有多醜 很明顯的題目 今天我們會講幾個短片 主要就是這個題目 癌病起源的兩家學說 以及也會解答你們的問題 因為的確如果生酮飲食 做得對的話 是對身體非常非常好 但如果你做得錯的話 也可以對身體構成很大的負擔 甚至會構成傷害 所以任何事都是的 你要做得對 那怎樣做得對呢 就是你當然要聽 聽完之後自己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研究 可能大家真的很驚喜 沒想到今天會有節目 是不是呢 是不是我已經嚇到你們 幾個星期的走數 好了 今天提了一點點 因為很多事情要做 我待會說完之後 還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好了 所以 只有32個聽眾進來 你們快點進來吧 好嗎 快點進來 我們可以講正經的事 這樣 來了的朋友就說 你們好嗎 嗨 嗨 阿姨 Jerry 嗨 嗨 好 我不等你們了 我現在說了 因為說完之後 待會這件事都會放上youtube 所以我猜就還可以 好 好 Hello Yu Lee 你好 C 心 框 Hi Ellen Moon Hi Yu Lee Router的錯 不是嗎 Router換了 又要再說一次 很感謝我們各位F字頭的聽眾 非常慷慨 不單要出錢還要出力 幫我換了Router 因為很多聽眾很熱心 幫我提供意見 你買哪隻Router 哪個Router好啊 但問題是你們不知道 我的白癡程度是買回來 我真的不會做 我看著他 看著他 默哀 所以 多謝F聽眾 他叫我千萬不要開他的名字 所以我唯有是F聽眾 多謝他幫我出錢出力 好了 現在開始說正經事了 好嗎 癌病起源的兩家學說 這個你是少聽到的 為什麼少聽到 因為大家都會跟你說 就是 癌病是基因病變 沒有的 不幸運 那就中了 如果家人有 你就有機會有 但這個是所謂的 conventional 傳統的看法 亦都是打開任何一本 醫書 anatomy and physiology 任何關於cancer 起源 這個都是這個說法 即所謂的dogma 即是 奉為聖典的看法 就是這樣 這個看法 如是者已經發生了幾十年了 幾十年來都認為是這樣 我就告訴你 另一個看法是什麼 好嗎 所以是兩家學說 就是這個意思了 好了 這一堆 打完交叉的 是什麼呢 當然是癌細胞 我們最不喜歡的 經常做到我們會生病 但其實每個人身體裡都有 你記得之前也說過 到底你想不想養大它 還是你想養大自己 還是想養大它 就自己選擇 你給食物給它吃 還是給食物給自己吃 這是一個選擇 好了 但是呢 到底怎樣 構成癌病 癌病的起源 到底是什麼呢 好了 傳統的看法就是 當然是他衰 上面的圓形 這個就叫做細胞核 即是老頂 老闆 老闆 老闆衰 為什麼老闆衰 因為老闆陰情不定 接著 失驚無神就發癲 他癲到 同事受不了 那這群同事就兵變 這群同事就罷工 同事罷工不做 他們全部都on strike 他們on strike的原因是 因為老闆 老闆衰 老闆陰情不定 招令直改 總之老闆衰了 好了 但是呢 另一群生物系的教授 就說不是 不是 我們發覺 老闆在其他公司 沒事的 他管其他人管得好 只是 一間公司的人才敢 那些生物系的教授 就說不是 我們先試試 我們試試把這個 所謂的基因病變的老闆 抽去放在其他公司 沒有啊 深受愛戴 那什麼事呢 他們發覺 喂 不是老闆衰 其實呢 是廠長衰 不是細胞核 是線粒體衰 那為什麼這個線粒是廠長 為什麼廠長這麼衰 原來他黑購人工 他拿了人工 他不給他們 他自己吞了 下面的火器 很慘 下面的火器 就生氣 生氣 有什麼事 其實是這個人衰 其實與老闆無關 這樣 那些生物系的教授 為了證明這件事 他們怎樣做呢 就是 好 我把老闆 把老闆 抽出來 放進健康細胞裡 健康細胞裡 沒有牽手 沒有 那你說明明是他 弄到牽手出來 那你就拔他出來 就放進其他 正常細胞裡 譬如這個 正常細胞 本來是一顆細胞核 好了 你說他有事 你說他引起 對嗎 對嗎 OK 我呢 就把它 直入了 放進他 OK 但是 喂 然後他沒事 他好好的 停了 不是 正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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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零幾 六分幾 沒有 沒有停 好了 這樣 就把這個 傳說中 基因特變 的BOSS 衰的BOSS 抽到這裡之後 發覺 沒有了 好好的 沒有了 沒有了 他沒有打交叉 他還是一個 反而 如果你不是抽他 OK 你抽了誰過去 你抽了廠長 OK 你拔了廠長過去 之後 之後 這一顆細胞 本來是健康的 要麼就即死 要麼就變成癌症 對 所以這就是兩家的學說 問題是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現在的藥廠和醫生 都是奉行著這個版本 就是上面 老闆才是賤人 老闆是壞人 他們做些什麼呢 就是說 好 既然我們認定是老闆是壞 即是基因特變 基因特變 我們唯有是怎樣 我們就是 我們要做一部機器出來 我們要預測 我們要猜老闆 因為什麼事會瘋 譬如說 他喝杯咖啡 這樣 42度 他沒事 41.9度會不會瘋 41.8度會不會瘋 42.5度會不會瘋 就這樣去試 到底是試一下 他的病變的路線會如何 如是大家就猜了幾十年 這幾十年的進步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也是在做這個 化療 做化療 做電療 有些好一點的 沒那麼傷身的 我不叫做攬炒療法的 就是這個叫做標靶藥 對 那一堆都是巡視 好 你呀 你壞呀 那我殺了你 對嗎 我殺了你 但他發覺他殺了他的時候 他可能也殺了這個 他可能也殺了這些 全部一次過攬炒了 包括周邊那些 白酥酥很漂亮的 那些 沒事的那些 一鍋過死光了 所以我才開玩笑 叫他做攬炒療法 對嗎 好了 但你發覺生物是 生物學的發言 就是 它是新陳代謝病變 為何叫新陳代謝病變 因為 廠長 是管這個細胞的生產代謝病變 是管他的能量的產生 接著他發覺 這個人 廠長 不知做甚麼 很瘋 他沒有辦法透過氧氣 我寫到 怎樣 先插一下 原來 他沒有辦法 無法 我不想寫簡體字 我唯有 就要寫久一點 對不起 還要寫錯字 哈哈 無法 使用 氧氣 去進行代謝 去產生 能源 你看到我真厲害 產生能源 OK 鬼話符一樣 厲害 所以 他唯有 去轉換去另一個模式 即是你沒有4G 你用Wi-Fi 你有Wi-Fi 你不用4G 但你沒有了Wi-Fi 你就要用4G 對吧 對嗎 因為他沒有辦法用氧氣 的時候 他就 反過來 去回 地球最初 這種能源產生的方法 就是靠糖 去代謝 去產生能源 所以為甚麼我們一直都說斷糖 斷糖 斷糖 斷糖的目的就是令到這些細胞 癌細胞 沒有辦法繼續維持生命 那 新陳代謝療法 新陳代謝病變 對不對 那自然衍生就是新陳代謝療法 那新陳代謝療法 如果看過之前幾集的 生同感受的聽眾都會知道 有一個 就是叫做 hyperbaric oxygen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它就是把你做甚麼 它就是把你放進一個氧氣瘡裡面 高壓的氧氣瘡 很濃度 濃度很高的氧氣去吸 它的目的是甚麼 令到這一群酸雞 酸雞廠長 沒有辦法使用氧氣去代謝 產生能源的酸雞雞 都可以吸收到足夠的氧氣 即是很濃縮的氧氣 醒了 這樣 起床 因為它用糖去代謝 我們就生癌症 你給它足夠的氧氣 即是你當它是一個 有酵喘的小朋友 你給它聞 給它吸收 它沒事 它就照開上PE堂 是這樣 所以 這個新陳代謝療法裡面 很難拆很難拆很難拆 很難拆 是不是要濕水了 我先洗這邊 擦到面也紅了 我先洗一會 我覺得它會倒塌 好 新陳代謝療法 之前有提及過 第一步是生酮飲食 為甚麼第一步是生酮飲食 因為 因為 這個人 如果我們認定他 就是癌病元兇的話 不是老闆 而是廠長的癌病元兇的話 你給糖給他 你不一定要等他發 對不對 所以你便要斷他的糖 你斷他的糖 至少 你必須確認 前門 OK 耳 關 你關了前門 你才不會有賊入屋 如果你覺得 你家屋經常不見 那你還會不會前後門開 當然不會 關門 好了 第二步 我幫不了你的 就是有一種藥 就是 關後門 關後門 因為 之前其實沒有跟你們說 但很多人都很害怕 就是甚麼 就是我其實是否可以這樣 不吃糖的 不吃澱粉質是否不健康的 我之前一直都沒有跟你們說 因為我不想你們覺得 就是有依賴性 其實你的身體是可以 用 amino acid 叫甚麼 氨基酸 我寫英文我沒辦法 我真的 忘了中文怎樣 amino acid OK 用氨基酸 轉 成 糖 OK 是可以這樣做 所以 為甚麼 我現在代主生同餐的 那一堆 客人 病人 他們說 哇 這麼少食物 這麼少肉 尤其是 怎麼這麼少 你看到我跟你說過 其實每一餐吃的肉 大概是 把手指拔走 是一塊 掌紋這裏 為之三盎司 就是這麼大 為甚麼 如果多了的 氨基酸 氨基酸合成蛋白質 肉就是蛋白質 拆出來便是氨基酸 癌細胞 可以用氨基酸 轉成糖 這個就是後門 那 所以呢 這個 就需要熟悉 新陳代謝療法 的腫瘤科醫生 才能夠給到你的 可恨我當年 沒有用心讀書 如果我當年用心讀書 我當了醫生 而又是腫瘤科的話 我一定會行新陳代謝療法 但香港呢 很可惜是沒有 so far 是沒有 希望將來會有 OK 因為這個是一個 沒有毒性的療法 來的 好了 這個呢 叫做 第二步 step 2 第一步你一定要先斷糖 說甚麼都假的 第二步就是 防止 癌細胞 走後門 將你肌肉裏面 的胺基酸 抽出來 轉回 做糖分 OK 第三步 就是 有一個 hyperthermia 這裏我長時間講的 我長時間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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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翻譯的 叫做 熱力療法 OK 那是甚麼呢 它就是透過 熱力 加熱到 40 41度 局部地區成 例如 我是 肺癌症 我會 將肺部 癌症 腫瘤的地方 將它加熱 加熱 就不是有個棒 穿過你的口 刮到肺部 當然不是這樣 它是 電腦波 所以我想 為什麼我大堆人跟你講 就是 我有一個 現在煮給他吃的 cancer patient cancer patient 他媽 即是 他兒子找我 但他媽媽是 四期肺癌 OK 他看過醫生的時候 他醫生 跟他說 哎呀不好啊 這些是 穿透性 還有這是 創傷性 我實際 蛤 那如果是這樣 我們用Wi-Fi 我們應該長村 吐爛了 我們應該是七孔流穴 我們要微波爐 打電話 看電視 都會這樣 Radio Waves 怎樣是 刺穿性 原來 說什麼都可以 也就是 悔恨我當年沒有用心 讀書 好了 Hyperthermia 你問我 香港有沒有地方有做 其實有 如果有聽眾 現在 你自己本人 患癌 或者你有朋友 有家人 有患癌 你需要這個 hyperthermia的 contact 我可以告訴你 是中環 OK 是一個診所 都是醫生做的 好像 三千多元 一個小時 但是他會推銷你其他東西 因為我有些聽眾 有些病人問過 他會告訴你 你試試用其他方法 他那些都是沒有毒性的 即是酵素療法 簡單來說 是另一派 另一個醫生 但是他會要你 吃很多藥丸 即是60粒一天 80粒一天 90粒一天 這樣 那麼 我 酵素 我都拜 但我就加上了 在我自己的生酮飲食裏 我稍後 下一條片 OK 我就再講 我做的生酮飲食 除了斷堂之外 還有什麼重點 OK Hyperthermia 講完了 局部地區性加熱 如果你不想去那裡 你覺得三千多元一個小時 我還要給你銷鑊金的 你不想去就沒問題 有些偷雞的方法 好嗎 就是在家裡買一張電熱煎 我講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 我自己每晚都買一張電熱煎 你可能覺得很不環保 你夏天來來開什麼電熱煎 就因為這樣 我不是可以加熱到我的內臟 我不知道我胰臟有沒有癌症 我腸有沒有癌症 但是 就是 因為你整個身體會熱的 有日本醫生也說病從寒中來 中醫也是這樣說 還有另外一個日本醫生說 體溫升高一度 你的抵抗力 你的白血球就會更活動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沒問題 我是很不環保的 我知道你會罵我了 但是我開著冷氣也好 我就躺在床上 電熱煎 拿著我的背部 然後轉身 其實 你不做這個hyperthermia alternatively 為了節省比計 譬如 銀盆肉 我喜歡在日本做 因為日本不限時間 又不用預約 不用吃 銀盆肉 再便宜一點 再方便一點 電熱煎 銀盆肉 銀盆肉 電熱煎 還有 這個叫做 納米韓蒸 能寫到那個納字嗎 納米韓蒸 Nano 不要寫中文 Nano Sona Nano 納米韓蒸 還有就是 I don't know Steam Sona 總之可以令到你 體溫升高 的方法 OK 都不妨的事 這些便宜 平靚正 對不對 好了 Number 4 最後一個就是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這個呢 傳說中 我收到一封 某一間醫院 在彭華地 猜到哪間 OK 入了這些氧氣倉 但是呢 未 謝謝 未投入服務 那我想呢 那間 彭華地的醫院 都知道 其實香港人 都希望 多一種的治療方法 就是不要這麼強的毒性 因為呢 我經常說的 這個新陳代治療法 的宗師呢 我現在寫了 他的連結出來 他的名字 OK Professor Sifrit 大家可以上網 上YouTube找 OK 還有呢 就是上Google打 看多些資料 唯一呢 就是他的資料全都是英文的 但是呢 我知道呢 網上有些軟件 是可以幫你翻譯 做中文的 那你們可以看看 教授怎麼說 他呢 就當然比我更加敢說 是不是 因為他的江湖地位 他有整間大學 整個lab support他 and he is not alone 就是你發覺原來 在生物學的人呢 很多都是站在這一邊的 就是癌細胞 是由新陳代謝病變而來的 好不好 好不好 我看你們 多喝點熱水 可以嗎 你覺得呢 我覺得不行 因為你會辣死你的食道 太熱 不要辣 用這些方法 舒舒服服 你就當作出汗 OK Professor的名字 我寫給你們 因為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們有家人 或者自己 大家例事 已經有癌症的話 希望你們可以去 support 因為你要知道 你們是幫到很多人的 不只是幫到教授本人 而是他現在做的 這一種的treatment 這一種的research 是會救到很多人 我可以很膽敢說 我相信在接下來的幾十年 你會看到 那些人開始switch過去 從傳統這些毒性這麼高的治療方法 去到用新陳代謝療法 OK Professor Thomas Sifrid 是Boston College 那他就是在這一方面 新陳代謝療法的太痘來的 那我也都可以 將來有機會 再講多些 關於 Professor Sifrid 怎樣看癌病 還有他會recommend 這什麼 其實我今晚 還會拍一兩條片 兩三條片 短的可能十分鐘 八分鐘 主要是回答你們的問題 例如便秘 例如 出一些叫做keto rash 出爛 吃了生酮飲食之後出爛 例如一個 斷食 輕斷食 我接下來會講的 那 Professor 如果你們想捐錢給他 我真的很希望你們可以捐錢給他 那就是他的網站 OK 給你多些位置 就是 等等 不是捐給我 你放心 這個account不關我的事 當然 如果我接下來 交不了學費的話 我可能都會 不如你們 眾籌我學費 說笑而已 OK Single cause OK Single cure 實不相瞞 我今晚 私房菜那邊 是有 醫生過來吃飯 那麼 醫生 又不是爭辯的 但是 他是沒有辦法 完全接受到 說 是 新陳代謝病變 因為 其實傳統的醫書 都還在說 是因為 基因特變 但是 大家不妨 上網搜尋一下 Thomas Sifrit 你可以加入Professor 也可以 或者你打 Thomas Sifrit 然後再打Cancer OK 這些字眼 你會出到很多很多的資料 有片 有文字 儘管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 如果你們想捐錢 幫助更加多人 因為你透過幫教授 你是可以 資助到他的分 即他的資料 令他做到更加多的research 令更加多人知道這件事 就可以少些人 在化療期間受那麼多苦 還有可以 有第二個option OK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OK 多謝 接下來還有另一條片 給我幾分鐘 好嗎 多謝大家